Hello,B站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月月爱物理,在前一小节中呢,我们学习了平移群 平移群呢,它是可以使得我们的线缘或者我们的时空间隔保持不变的这样的一个群 今天呢,为了更好学习,为了更好的学习路文资群 我们首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庞加莱群的概念 庞加莱群是什么呢?庞加莱群是定义为我们的敏科夫斯基空间的isometries isometries是什么意思呢?在很大一部分教材中,它被翻译为等距同构 那它是什么意思呢?等距它其实是说我们可以保持我们的距离不变的这样一个概念 然后在我们的时空图中呢,你可以理解为两个event,两个事件点 它们之间的这个space time interval不变 我们把space time interval这样的一个东西可以理解为所谓的距离 然后呢,也可以说它是保持我们的线缘不变的一个东西 它就叫做isometry 然后呢,在一些地方呢,我们也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保度硅的一个东西 所以呢,所以这个庞加莱群它其实就是刻画了这个mincfcg空间 它的一些性质,一些最基本的对称性 所以呢,我们要研究狭隘相对论 我们就要研究庞加莱群 然后呢,庞加莱群呢,它其实是由平一群和洛文字群组成的 我们之前呢,已经学习了平一群就是translation group 这是在上一小学中我们学习的内容 现在呢,我们就要学习路纹咨询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学过了这个路纹字变换 路纹字变换,我们知道它是可以保持我们的这个线缘 9element不变的 那其实路纹咨询呢,就是这样一些能够保持这个线缘不变 或者说保持这个,保,这个明科夫斯基杜龟不变的 这样一些操作的一个集合 然后它可以组成一个群 然后呢,它是这个庞加莱群的一个子群 所以呢,研究完平一群 现在我们这一刻呢,就来研究路纹字群 我们把路纹字群呢,它叫做O13 O呢代表orthogal,就是正交的意思 然后E3代表它的signature 我们是取得负1 E1就是一个负1,三个正义 一个负1呢代表时间 三个正义呢代表空间 所以这个E3的意思 它其实就是表承了我们的signature O代表orthogal,正交 然后呢,我说的这个 这个preserve明科夫斯基杜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路纹字群呢 它是可以由这样一个 Lamuna这样一个矩阵来表示的 它呢,可以保持我们的这个明科夫斯基杜龟 在这样一个变换下 它还是保持不变的 就是我们在前面一些章节中 需要的一个式子 我们验证了这个式子 或者说呢,也可以说 是用这个式子 当然了,大部分教材其实是用 这样一个式子来表达 保持度归不变的 它们都是可以用的 在这里呢,我们就先从 这样一个式子出发吧 它呢,我们来观察一下它 我们可以对它做一些什么操纵呢 我们可以第一步,我们可以两边取行列式 然后如果呢,把这个式子两边取行列式 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得到这个明科夫斯基杜龟 它的行列式是1 然后所以这就是1 等于1 还有这个δελ的平方 所以这个δελ的平方 它就是等于1的 这是通过对这样一个式子 两边取这个行列式 取δε得到的式子 然后呢,这个式子可以 推出它这个δελ的矩阵 它的这个行列式是正1或者负1 然后同样从这个式子中 我们还可以看出一些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如果我们看一看 我们把αβ都取0 然后看一下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式子 如果αβ都取0的话 我们可以写出来这样一个式子 对吧 然后其中μν它是求和的指标 所以呢,它可以写成这个时间分量00 还有这个空间分量II的这样的一个求和 所以呢,我们的ελ是-1 ελ是正1 所以呢,它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式子 一个这样的一个式子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来 我们的αβ的平方 它是把这个拿过去 是等于把这个ελ拿到右边来 所以就是正1 加上我们的αβ的平方 然后呢,这是一个平方 所以它是大于等于0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我们的αβ的平方 它是整体是要大于等于1的 就是我们得到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从这个式子书法 我们可以发现αβ它要么是大于等于正1 要么是小于等于负1 然后还有结合这样一个条件 所以这里有两个条件 它呢,可以分成四种情况 然后就是这四种情况 分别是如果我的这个行列式取正1的话 我们有这两种情况 其中αβ的0,要么是大于等于正1 要么是小于等于负1 然后αβ还可以 δελ还可以取负1 这又是两种情况 我们把前面这两种情况呢 给它叫做proper 叫做proper lawrence group 我们把它叫做是一个proper lawrence group 然后它用什么来表示呢 它用sO13来表示 然后s就代表special 代表我们的行列式取得是正1 然后其实这两种情况比较好 因为呢,我们的,我们知道我们群里面 我们有横等元,有identity 它的行列是始终是1的 所以呢,我们取这个proper lawrence group 是我们通常取的一个分支 然后呢,这两种情况中 我们还可以细分 一个是λ00大于等于1 一个是λ00小于等于负1 然后这两种情况呢 我们通常只研究这样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我们把它叫做 Authocronus lawrence group 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第一种情况 然后呢,我们用一个小小的正号 来表示这样一种情况 表示λ00大于等于正1 然后呢,我们也通常 把这个SO plus E3叫做路纹咨询 当然也有些人把SO E3叫做路纹咨询 它呢,其实是就是不同教材的一个简称 然后它本来的名字叫做restricted lawrence group 就是被限制之后的路纹咨询 就是说我们只取这样一个分支 当然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时间繁衍 还有语称变换之类的 可以把这几个分支 它们之间进行一个联系 当然了,这里我就不再详细追溯这些内容 其实呢,我这里跟大部分的 这个教材写的有点不一样 大部分量子常用教材呢,它们是用的这样一个 Namda,Tilda,上0,下0,左上0,右下0这样的一个形式 来表示这个Orthochronus 然后呢,它们是一般通常不写这个Tilda的 因为路纹咨询和路纹咨询 这个栏目矩阵和它的力都是路纹咨询 所以大家一般不区分 当然了,在我的这个笔记里面是作为区分的 然后呢,如果你采用这样一个形式的话 你要想要求这个的话 你可以从这样一个式子出发 这是在1.90我们推导过的 然后对它来做一个行列式 还有取它的00分量 就是mul6分别等于00 也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Namda,Tilda,00 然后大于等于一 这样一种情况 它们把它叫做Orthochronus 我不太会发这个音啊,sorry 这就是一个对一个路纹咨询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呢,为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个Orthochronus 它们其实是保这个direction of time的 保这个时间的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看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 这个四位置,for position 它的一个路纹字变换 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 mul取0的话 然后它是这样一个式子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看这个 xc撇0和这个x0 它们就是一个变换后的time 和变换前的time 它之间第一个系数是有这样一个 Lamda,Tilda,00的联系的 我们想要它为正的 我们不想改变时间的这个流动的方向 所以我们把这个 这个前面的这个系数 一定要让它大于等于1 把它叫做Orthochronus 就是一个 我们取得一个分支 然后呢,总结一下呢 就是说 路纹咨询呢,我们通常用O13代表示 O代表Orthogonal E3代表这个Signature 然后我们有 其中 就这四种情况 其中的前两种情况呢 把它叫做ProperLawrence Group 就是SO13 S代表Special代表 它的Determined是等于1的 然后还有更限制的情况 就是RestrictedLawrence Group 也叫做ProperOrthochronus Lawrence Group 就是用一个小小的plus来表示 Namda,00大于等于正1 然后就是我们通常 所研究的路纹咨询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